近日台湾主播段慧玲主持铁马疯台湾表演骑单车画面时 鹰块下露出镜肤色的座链被网友大量转载画面 被称单车大鸟事件 段慧玲婴儿大受瞩目 近日他还上电视节目澄清真相 麻辣点评让人记忆深刻 就那么不久我看那个新闻我都害羞 我都没人记得拉起来 不是我还别了 不是突出下半身不是裸露下半身 你能了解吧 就是平常坐在主播台后面 他就是底下就是可能扣子没扣啊 或什么就是乱倒 然后可是突然收到指令说要去外景 他就奋不顾身的冲出去 也算是很敬业 可是说不及就是下半身的位置 因为这个外景就是他需要骑脚踏车 然后可能有穿紧身裤或什么的吧 然后就被拍了一张照片就是很突出的那个 不是其实是原本